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 重庆青鬼二号线已经换上了周深包装 快去打卡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庆网红地铁换了周深皮肤 发博说 让我看看是谁的演唱会这么有排面 居然能让重庆著名打卡点换皮肤 原来是周深重庆演唱会 这地广也太有当地特色了 还挑侃说不仅能看演唱会 还能看川楼周深 而国家体育场鸟巢公众号23日 以诚意满满的周深演唱会在鸟巢深情上演为标题 发了鸟巢演唱会推文 文章用大量的图片和文字记录了周深鸟巢演唱会 夸赞周深的歌声 纯净 空灵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和感染力 不仅仅是听觉上的享受 更是心灵上的抚慰 作为当前赤手可热的男歌手 周深的鸟巢演唱会当真是满满当当 坐无虚席呀 据了解 两天共有13万观众 有白发苍苍的老人 手牵手去听周深的演唱会 有孩子带着父母来看演唱会的 也有父母带着小朋友来的 各个年龄段的歌迷 会从全国各地甚至是千里迢迢的海外汇聚在一起 聆听周深的现场 不愧是国民歌手 不必想 不必想 不用紧紧忙忙说一个答案 谢谢你们 大家喜欢这首小美满吗 我也很喜欢 就每次唱这首歌我就觉得是很幸福 感觉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实现 我们不如就在这首歌当中一起许愿吧 好不好 我先做个例子 我们闭上眼睛 默默许下心中想要许的那个愿望 然后 三 二 一 闭上眼睛 我们的愿望就会挂在这棵许愿树上面 所以现在无论你是多大的年纪 无论你是做什么职业的人 现在请跟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默默许个愿望好不好 来 看台的朋友 所有的朋友闭上眼睛 请一种想一想 是什么就把世界看着什么样 偶尔难提将点重要 别要轻轻地旋转 如今的周深可谓苦尽甘来 也迎来了整个乐坛对他最高规格的礼遇 这两晚的鸟巢 为周深架起了16组五塔线装音箱 几乎快超出鸟巢的音响吊装重量极限 负责音响工程的总监 是曾担任奥运会开幕式的业内宗师金绍刚 而在演唱《大鱼》里游遍全场的那条大鱼 同样也是由奥运会当年的威亚团队负责吊装 同时 当年北京奥运会的专属歌曲《北京欢迎你》 时隔16年第二次在鸟巢唱响的荣誉 也交给了周深 周深由上至下的全民认可度 由此亦可见一斑 周深9.29赫兹个人巡回演唱会 原定的九成十场 如今随着巡演一路开场 一路火爆 歌迷家场呼声过高 国内歌迷几年的等待有了的福音 海外的歌迷还在热情呼唤 希望能海外加场 期待周深这条大鱼能飞得更高更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北京欢迎你》 顶文字幕志愿者 请大家继续 上个周末连续两天 歌手周深的巡回演唱会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 二十米的剧情蓝晶 环绕在场馆上方 现场上演史诗级的浪漫 一首借过以下作为开场 周深清亮的嗓音 瞬间把观众带入音乐的海洋 接下来化身孤岛的京 光亮 若梦 浮光 小美满等多首经典曲目 引发全场大合唱 三个小时的演唱会 周深全情投入 近三十轴曲目 为观众带来持续的音乐享受 值得一提的是 周深把大鱼带到了现场 一只二十米长的大鱼 就这么水淋淋的出现在场馆里 引发轰动 我觉得北京确实是市场还是非常的好 然后加上场地各方面都是也是非常的配合 包括职能部门这边给予我们的这些支持 所以是非常好的 而且观众这方面也是特别的热情 所以我们在北京这场演出 也会有很多特别的设计 周老师的这个应援色就是蓝色 大鱼是他最火的一首歌 所以也是想就是说大鱼真的就是飞到了鸟巢 飞进了鸟巢 在出道十周年之际 周深用一场场充满情感与音乐共鸣的演唱会 续写着他音乐之旅的辉煌篇章 现场歌迷被周深的音乐深深感动 蓝色是他的应援色 然后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蓝色就是穿到自己的身上 我觉得鸟巢的音响真的很棒 世深第一次在鸟巢开演唱会 然后我们就大家不约上都来鸟巢了 世深的蓝 北京台报道